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主持人手上拿的是一块手工雕刻好用来硬画的印刷板 荣宝斋的师傅们就是用这样小小的木板复制出了很多古今名家的画作 达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 为了做到跟原作毫无二致 每种颜色和线条都需要分几次印刷才能完成 这就是荣宝斋的绝活 木板水印 就是我们四代发明之一 中国的印刷术 印刷术从它发明到现在 有早期的印一些佛经 一些木板印刷 到发展到明代晚期 可以印的小的插图 然后到发展到荣宝斋代 六七十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开始复制中国的传统书画 那么这个工艺方面的技艺方面的这个技术的保存是很重要的 在荣宝斋的展厅 四壁挂的许多都是木板水印的画作 木板水印是在传统印刷术的基础上改进发展起来的特殊工艺 印刷只是木板水印的最后一步 前面还有重要的两个环节 勾描和刻板 师傅们需要将原画作的轮廓 线条 颜色的层次分别勾描 然后再送到刻板车间分层次刻板 每一步都要做到跟原作完全一样 因为师之好理将会差着千里 荣宝斋代木板水印记忆 在2006年5月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首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国家还专门为这个项目确定了传承人 这就是木板水印的传承人之一 王立菊老师 他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坚持了将近30年 这些直径不过5厘米的木板上 刻着密密麻麻精细的线条 而将这些线条准确的拼成一幅画 是需要多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 和极大耐心的 这五个 然后这个地子里边是有重叠的地 六个 这个也是七套 这个也是八套 就是说我现在底下这部分 出现就是出现了八套板 都是反映在这个地方 王老师说 在荣宝斋的历史上 国画《寒息寨夜宴图》的复制成功 代表了木板水印的最高水平 《寒息寨夜宴图》是南唐宫廷画师 顾鸿忠中所作 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这幅画历来只供皇家珍藏和赏玩 普通百姓无缘一见 而荣宝斋用木板水印记忆复制了这幅 《寒息寨夜宴图》 让书画爱好者们都能够一睹圆化的风貌 后来由于传神和逼真 这幅木板水印作品又被故宫博物院当作次真品 跟原作一同收藏 《寒息寨夜宴图》 这两个就是《寒息寨夜宴图》的全部板 一共是1667块板 像我闲在手里拿这个胡须 这块板是《寒息寨夜宴图》的胡子 它有的是四层 所以这其中的一块 往往就是一块板就要重复两次到三次 所以这样累积下来 这一幅手捷大概三十五幅 用了将近三十万次才完成这幅手捷 这幅木板水印作品 荣宝斋从1959年筹划到1979年最终完成 历经了二十年的时间 其中刻板和印刷各用了八年时间 这个画的背后有多少工作的 辛勤的经过多少个日业 甚至有多少年 甚至有些就是搞得专业的 贡献了毕生的经历 对不对 去研究这个东西 所以它是不是创作 它这个价值你说和精致价值来说的话 它哪个呢 它不在于它是能够复制的这个画的准确度 和复制画的内容 关键是一个技艺 它把这个技艺 把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要一代代传下去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种遗产宝贝 荣宝斋从1894年创立到今天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现在它已经发展成为 琉璃厂最大的门店 也是传统绝活的代表门店 它的发展和所处的这条街 是密不可分的 这条街就是北京著名的文化街区 北京琉璃厂 它位于北京市和平门南新华街 分东西两条街道 在清代这里是京城最大的书市 笔墨纸燕和古玩书画的交印也非常兴盛 这里是当时文人士大夫出入的雅游之所 这条街为什么叫琉璃厂呢 这位1934年出生在这儿 并且在这儿生活了几十年的75岁老人 对琉璃厂有着很深的感情 他在纸上用毛笔给我们还原了他记忆中的琉璃厂 这是一条道 就是现在的南新华街 这是和平门 主要的是来运送烧琉璃瓦的甘子土 这是琉璃厂 东西琉璃厂 琉璃厂在元代 原是给皇宫烧制琉璃瓦的摇场 在清末时迁走了 但是琉璃厂的名字却留了下来 由于当时的官员大多都居住在附近 这里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子 旧书不第一 一定旧书是前面 其次因为旧书玩旧书看旧书的人 是一些达官贵人多 所以他们就喜欢文丸 喜欢文丸的话呢 他们就 哎 这地方旧书铺文丸铺眼镜店 客字店 他全跟着文化有关系的 就有了 琉璃厂曾是文人默客 蒙怕商人 离园艺人聚居的地方 这使得这里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景观 他成为古今很多文化名人 精神世界里不可缺少的部分 鲁迅和陈独秀都曾经流连于此 所谓谈笑有红无 往来无白丁 是当时琉璃厂真实的写照 而且这周围是住了很多精致艺术家 你比如杨小龙 就住在这个地方的 调子不动 这个王昌林 跟谭心没平位的 就住在东北洋 这个西边 这个虞书岩住在这儿 上晓云住在这儿 熊卫生住在这儿 叶少兰住在这儿 他都在这里去 都在这里去 而且他们喜欢文物 喜欢字画 他们经常到琉璃厂来买东西 琉璃厂东西两条街上 有54家老字号 有一流墨汁 一德格 专卖古玩的吉古格 专卖时刻印章的翠文格 还有中国最大的古旧书店 中国书店等 这哪家的年纪都不小 正是由于拥有这些 经营文化产品的老店 琉璃厂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文化风格 抄袭油烟墨 还有就是松烟墨 油烟墨一般的写字画画 它比较黑亮 油亮 松烟墨就给它差一点颜色 但松烟墨画公笔画 或者是写字的声音 显得挺古古 挺好 东西好 东西好 放心 在东琉璃厂 以致笔工艺 闻名喊面外的戴月轩 也有将近100岁了 戴月轩就是离不开毛笔 戴月轩创办的时候是1916年 当时我们的创始人们就是 现在能逼字月轩 所以我们这个字号戴月轩是他的字 你像琉璃厂吧 也是唯一加以原名为电子店 戴月轩主营毛笔 前店经营 后厂制笔 这种经营模式既能让客人看见毛笔的制作过程 又能体会到传统手工艺的艰辛 这种笔呢也是蓝蚝笔 蓝蚝笔呢 蓝蚝笔呢 做的就是蓝蚝笔的制作过程 蓝蚝笔你就看出来它的毛很长 它的毛很长呢 它的毛呢就是说黄蚝笔是大的黄蚝笔尾巴 而且其中可能有一只尾巴上能有几根这样长的毛 然后我们再给它积攒成一只大笔 它的口径也是很大的啊 积攒一只大笔 要几十万条北方才能攒成一只笔 所以这只笔的珍贵呢 在于它就是太少了 一定以稀为贵吧 要做一只笔是很难很难的 所以它的价值也是很高的 像一只小笔跟它笔呢 它们俩呢差二百倍的价值 这只笔也是戴月轩开店近百年来做出的第三只大郎好笔 和荣宝斋一样 戴月轩也是采用师父带徒弟的方式传授质笔记忆 口耳相传身心相受靠的是认真和悟性 戴月轩的质笔技术也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负责人于天英说 他感到美中不足的是 这些年买笔的人大多是中老年人 中小学生很少见 咱们中国的历史应该说保存下来是最多最丰富的 那它的功劳都在于 因为有了笔的记载 它才能够保留到今天 但是呢 现在呢 其实一个不好的就是说 咱们应该代代往下传 不能说退了休了再干这个事 代代往下传 学生过去咱们小的时候可能还有描红色 描红模子 现在呢这些课程都没有了 其实我们也呼吁啊 也呼吁从通过各种区道通过政协代表 来呼吁咱们能不能恢复这个传统文化 就是经济都纳入课本了 像咱们毛笔这个应该比那个更简单 如今有着二百余年历史的琉璃厂文化街成为国内外游客光顾老北京文化的必游之地 从1977年起 国家拨出巨款仿照清代的建筑风格 重建了琉璃厂文化街 1984年10月第一期工程竣工 东西两条街全长八百米 店铺建筑面积达三万余平方米 如果你站在琉璃厂一眼望去 蜿蜒曲折的建筑古朴典雅错落有致 让人恍惚中有回到了古代的感觉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就是民国二年开始建设 到民国六年完成的北京第一个免费街头公园 叫海王村公园 琉璃厂与新华街交界的地方叫长调 就是这座海王村公园 到元旦就开厂店了 而厂店的名号 之所以响当当的 是源于美国兴杰 在这里举办的脑袋 里面 它那个 就是摆了什么 儿童玩具 什么各种的脸谱 吹气球 走空住 那么这外边呢 就是各种小吃 大汤汁 大汤葫芦 全在这儿 这儿 那个我说那个 牛街的那个 两位老师傅最有名的年糕 就在他锦齐的马路 这个地方谁也不占他的 这一带有湾州啊 那都是上几小吃 北京 厂店的小吃低等进不来 据记载 厂店庙会 始于清乾隆年间 每逢春节的初一至十五 京城百姓无不光顾 1945年 在历史上最萧条的时期 厂店庙会 仍有游人二十万 占当时全城人口的五分之一 现在每逢春节 厂店庙会 也还是人山人海 是北京最热闹的庙会 厂店庙会的场地 正处于琉璃厂的中心地带 集中体现了老北京俗文化与亚文化 雅俗共赏相应程序的特点 2006年 厂店庙会 和琉璃厂的百年老店荣宝斋 一起被国家列入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这个卖秃银的小店 在这里经营 已经有十年的时间了 和琉璃厂许多传统的经营项目不同 这里主营的是 泥仁 皮影等民俗商品 顾客们除了来店里买东西以外 还经常和店主交流一下民俗的话题 那这兔爷是什么回事 我给你讲讲 相传早年间京城闹瘟疫 嫦娥看到京城百姓受了灾 郎中文法医治 就派了玉兔大将军下凡 给百姓治兵 后来呢 京城百姓为了纪念玉兔将军 逢八月十五 请兔爷 贡兔爷 你看 这个玉兔将军是齐瑞虎的 这件泥塑作品呢 艺兔将军是齐大象的 吉象 凡是来过流利场的人 如果你要大家描述感受 每个人说的话都会不太一样 有的人会说 这条街代表的是京味文化 还有人会说 这条街是大俗和大雅的结合 当然有人评价很高 说这条街是历史和文化的博物馆街 其实呢流利场街不常 东街和西街加起来 要逛的话很快就可以逛完 但是这里面所蕴藏的历史和文化很厚重 所以游客 如果你以前没来过流利场 我推荐您来一趟 看看这儿的建筑 看看周围的店铺 逛一逛 看看店铺里面的东西 看到什么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逛一圈 您会有一段值得珍藏的 有价值的文化技衣 明天别忘了和我们一起继续游览北京